我真正的關心的是說 國防部對於我們時代力量黨團 和支援委員所推動的軍援條例 你們的立場到底是什麼 是支持反對 還是沒有意見 因為當初他一開始推這個條例的時候 2016年的第一個會期 到現在 兩年多快三年要過去了 從來沒有被排審的機會 還沒有被排審的機會 我就在懷疑啊 是不是你們國防部在背後作梗 告訴昭偉說這種案子 會把軍人給搞翻掉 這個是你們某資深軍官 之前曾經跟媒體放的話 他講的話代表國防部的立場嗎 還是國防部認為說 洪委員所提的這個軍援條例 非常的正確 我們立場上全力支持 副部長請表拍 好 謝謝委員的指導 那我想請這個 我們的法律的副司長 是 說明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洪委員提的那個軍援條例 我們是很認真地跟洪委員做研討 我們也邀請洪委員到國防部 一起來跟相關隊員開口 法案的細節我們永遠可以討論嘛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這部法律有沒有立法的必要性 國防部的態度是什麼 是贊成反對 還是沒有意見 他有一些細節上的問題 細節的問題 我們知道法案討論都可以審查嘛 但是整部法案的推動你們是贊成的 是不是 我們並沒有去排斥啦 所以我們 沒有排斥 我們把相關細節的問題 跟洪委員做過很深入的眼 對啊 我說細節的問題 你們永遠可以提出你們的版本 可以提出你們的修正案啊 但是我不希望國防部在背後作梗啦 副部長 政策立場上面的問題 可以承諾我這件事嗎 可以嗎 絕對不是國防部在作梗 洪委員每一次開的工廷會 跟我們邀請他來開會 每一次我們都很認真 不是嘛 法案提出到現在 快三年了 審查都沒有排審 我總知道 總想知道原因是什麼啊 國防部有沒有在那邊做梗 呃 我們沒有 沒有 沒有 副部長 是不是可以把我的意思帶回去跟部長講 我希望部長可以清楚的表態啊 為了我們軍中弟兄人權的保障 國防部對軍營條例這件事情 是樂觀其成 而且大力支持 可以嗎 法委員我們會把這個意見帶回去 但是我個人想 我下一次齁 到外交國防委員會 我會直接問部長這一個問題啊 所以請你把我的意見帶回去 請部長妥為準備 可以嗎 是的 好 謝謝委員